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5月12日 星期五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和熱話 首先跟進星島日報日前訪問了一個報道 有關一個信佛的婦婆 用她仁慈的形象欺騙了身邊的好姊妹 結果姊妹借錢過她 另外又納了一些很奇怪的借據 借六百多萬就說六百多元 據報星島日報今天有下集的跟進報道 找來這個信佛的婦婆 根據她口中的版本 整件事又反過來 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黃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黃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老友基 事不宜慈善 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話說這個婦婆騙案有一個出乎意料的反轉 那個信佛婦婆說的是反過來 控訴那三個姊妹是邪惡的魔鬼 因三個姊妹控訴她 借錢過她不還 而這個信佛婦婆有甚麼回應呢 報導的內文提到 星島申訴王上集提到 三名女子指控一名姓劉的婦婆 以高息和投資等手法握走一千三百多萬元 案中兩名府主已報警求助 警方事後拘捕了被指為老千 劉女士的丈夫 現在正在保釋後查 而今集的星島申訴王千辛萬苦 找來劉女士本人和她的所謂丈夫 現身說法 為了種種的指控作出回應 事態發展都可以說是大逆轉 在星島申訴王連日來涉而不捨追查後 分別在深圳和香港找到劉女士和她的所謂丈夫 許珊接受獨家專訪 一念潮水的劉女士在深圳一現身 就對三名府主閨密 即她的三位好姊妹 逐一反駁她們的控訴 兩人分別以匪徒和邪惡魔鬼 形容那三名府主 趕到咬牙切齒 甚至有人表示想輕生 即自殺了結事件 到底當中發生了甚麼事 劉女士就說 整件事是有人盯著她的千萬家財 設下這個老千賭局 令到她不但輸了幾千萬的身家 還輸了帶好家庭 而被三名府主 稱為劉女士丈夫姓許的男子 就澄清 其實她和劉女士認識了二十多年 和她分屬紅顏知己 即不是丈夫 並定期過錢給劉女士作為生活費 又指據她所知 劉女士是墮進天仙局 最少就輸了超過八千萬元的財產 上一集當中 其中一名府主叫Lily 就說因為當初要賣樓 所以認識了劉女士 又指因為信任 願意借七十六萬元給對方 其後更加用自己的身份證 為劉女士向財務公司借錢 但劉女士的版本就說 Lily是打牌的時間認識 她是大家公認牌章最好的 去年七月 因為劉女士打牌輸太多錢 所以請她代劉女士打牌 贏的話就抽百分之十作為獎金 輸的話就由劉女士來找數 劉女士指請Lily代打牌的時間 她沒有在現場 其後Lily首次落場就贏了三百多萬元 後來幾乎打十場就輸八場 就說經她手至少輸了我千多萬元 但她收了我二百多萬元的獎金 其後劉女士指因為她已經輸清光 但Lily主動跟她說可以代為向財務公司借二百多萬元 但實際到手又只有八十多萬元 就說我現在只欠財務公司11萬元 至於她個人的六十萬欠款 我都還了四十萬元 只欠她二十萬元 劉女士幸星島申訴王就說 她經朋友認識Gigi的老公阿忠 即是第二位副主 阿忠即是第二位副主的老公 當晚就立即認了劉女士做姐姐 即是說想契 沒多久阿忠就說自己開了一間私人會所 邀請這位劉女士撐牆上去打麻雀 劉女士指在那個會所打牌賭很大 一盤牌最多可以贏多少錢 一盤牌最多可以贏36萬元 去年1月27日 劉女士第一次去會所打牌 就贏了四十多萬 不過阿忠等人和麻雀腳 在她贏錢過後以各種藉口不讓劉女士離開 當晚最終只贏6萬元離場 就說那晚之後我就沒再贏過錢 結果一個月之內在那間會所輸了五百多萬港元 劉女士表示 現在回想起來 原來那個會所只為她一個人而開 事關她還清麻雀的債務過後 那間會所就關門大吉 直到去年9月 劉女士在阿忠遊說之下 又到佐敦的賭檔和人單對單 對賭白家樂 結果那晚她輸了三百多萬 劉女士說當時她又還了八九萬 上欠賭場一百五十萬元 就說賭場其實是阿忠開的 都是賭籌碼 幾乎我想拿多少籌碼 她都會給我的 其他的欠款 都是賭場的賭債 就從來沒有說什麼投資 另外那張收據又如何解釋 話說當中第三位苦主 就說向劉女士借錢給她 借錢給劉女士 又按一層樓 王小姐向記者展示的借據 經過多次的修改 其中一欄更加將六百萬元改成六百元 劉女士就向記者透露 就說王小姐就說她和前夫分了手 沒有收入 叫我帶她賺錢 因為她知道我以前有投資 做生意有賭錢有玩股票 劉女士就說王小姐當時一共給了她三百多萬 對方希望她將錢滾大 即是王小姐希望劉女士幫她將錢滾大 劉女士就說我除了計息給王小姐 又當她入股 我公司每個月都給利息和分紅給她 至2016年至今至少給了她四百多至五百多萬元 至於借據如何改來改去連銀碼都寫錯 劉女士強調 寫給王女士的都是收條 而且那張收條更加是王小姐的兒子自己打印出來 劉女士就每次被人叫她在收條之上簽名確認 仍用收條之上改來改去都是利息的收入 以上截錄於星島日報的報道實在太複雜 說三名苦主先穩星島指控劉女士信罰的富婆 欺騙他們的錢 不過聽回劉女士的版本又完全不同 又說那三個人分別用不同的方法 叫她墮入天仙局賭錢每次幾百萬上落 結果兩邊的說法都不同 而據報警方的調查當中究竟會否另有來情不得而知 不過說其實這個劉女士你自己也要負上很大責任 別人叫你去賭檔你又賭 別人叫你給幾百萬出來你又給幾百萬出來 另外你究竟有沒有借過別人的錢 別人真的有借據 當然那三個姐妹的版本是否完全盡信 又是另一回事 結果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事件繼續調查當中 估計稍後有機會有下文 另外也說說這則熱話話說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婚宴出現大媽打包團出沒 未起快就馬上用膠袋裝走那些送菜 有一個原因拿剩兩道菜 報導的留言提到 一個婚宴之上出現大媽打包團成為近日的網絡熱話 有網友拍片指在婚宴之上大約有八至十道菜 其餘大多數菜已經被幾名大媽打包團出現大部分的菜 最後是拿剩兩道菜 事件發生在江西禁州的一個婚宴之上 拍片的宋先生向內地媒體表示 上好菜後他稍微離座拿白飯 誰知短暫離開回頭發現只剩兩道菜 一台大約有八至十道菜 其餘大多數菜已經被幾名大媽用膠袋全部打包 有人為了打包甚至站起來 而隔壁都是這樣的 有大媽甚至為了搶菜式而起爭執 從宋先生拍攝的影片看到 現場有同桌的奔客指責 人家連飯都未吃 不過大媽們依然沒有停手 繼續立即打包 宋先生指出多疊的菜式其實未起快 已經被大媽用膠袋裝走了 雖然還剩兩道菜 不過宋先生表示看到這種情況已經沒有食慾 完全嚇怕了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內地的網絡熱話為何會有這樣的風氣 基本上還沒開始吃 就被人打包了這些菜式 這張桌也是這樣 隔壁也是這樣 若然這種風氣吹來香港的話 就不得了 結果最新的情況 在網上有很多網民在批評這種做法 我是狂仔 我們下次短片繼續聊天